原本在今天晚上诸葛亮和谢金燕妇女十年不见了 谢金燕要上老爸的节目来参加录影 我想不到因为传出了未婚生子的消息 这通告临时退掉了 那么刚刚呢这个诸葛亮他也特别现身来表示说 很高兴当了阿公 情况如何呢 我们立刻连线请罗佩玉来告诉我们 佩玉 好的主播观众 今天诸葛亮再次录节目是邀请到老友高凌峰来上节目 而他今天展现十足的诚意 亲自到门口来迎接高凌峰 而今天高凌峰呢是带着他的儿子跟侄女一起来参加节目 还要在现场表演歌舞秀 或对于平面媒体拍到这个 朱葛亮的女儿谢金燕呢 疑似有一个十二岁的这个小男孩 是否秘密生子呢 朱葛亮今天也做出回应表示呢 他看报纸才知道这个消息 如果是真的他也非常开心能够当外公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先他的说法 今天看到报纸说我当外公了 外公好啊对不对 真正有生孩子也不要怕人家知道啊 那是我的孙啊对不对 爸爸我也更祝福他啊对不对 他让我做阿公啊 我会更高兴啊 希望大家帮我的忙啊不要再刺激他了 真假没有关系 对不对他年纪也差不多了啊 也应该让他有这一种 对不对啊你们都内洋人嘛对不对 你这样还是稍微有点惆怅 就是因为十几年来不曾跟女儿联络 连主持节目呢 谢金燕都以在大陆工作为由 到现在都还没有上老爸的通告哦 不过呢 朱葛亮是表示呢 这个谢金燕呢有来送花啦 还有写了一封信来给他给予祝福 朱葛亮也说呢 女儿这几年没有跟他见面 就是因为有债主找上门 让两人始终没有办法见面 而如今平面媒体报导说 他如果真的有小孩的话呢 他也很开心 真的是当了外公 要来带他带来给他看哦 他包个大红包给这个外孙 好的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哦 好我们谢谢佩玉的连线报导 你也听到朱葛亮混语心谢 希望大家不要再刺激写经验了